开张 啊 正如标题所示呢 对 啊 我 啊我124斤 我 真的减肥 这个事情就是 你不能说的啊 你一说你就越说越胖 越说越胖 真的我再也不说了 我要悄悄减肥 今天里面所有人 今天真的可以算得上 是一个微胖穿搭了吧 我1比63 啊124斤 虎背寒胸 富贵包 大腿60厘米 还外扩 虽说胸大 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我的胸 确实是让我变得 啊 更加的魁梧了 小肚男子你说有 稍微放松一点下来啊 一下艺术屏幕啊 韵味十足 大家可以给孕妇 一个一键三连吗 谢谢 给了都是她的干妈 啊都是她的干妈 其实我也没想到 我今天会穿秋衣 在大家面前展示自己的身材 啊没有任何面子可言 我知道前面的开发有点多 但是确实这是我第一次 怕穿搭分享 那我内心呢就是 很坦克 因为我对我自己的品味 并不是非常的自信 所以如果你们有喜欢的款 的话就拜托拜托 大腿里面刷一下 说爱好看 喜欢这种词 啊求求你们 好了好了 各位姐妹可以开始给一点弹幕 然后我们开始 开始开始开始 那我今年呢从知道自己的身体缺陷以后呢 我就开始变得非常的喜欢爱买卫衣 意思会让人变得就是很薄 二十看起来会像大学生 对我都快二十五岁了 我觉得我挣扎了一下 不犯法吧 不犯法吧 就很难想象 我在今年之前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买毛衣的人 还是那种高领的 你们看这个就因为我的那个圆肩 驼背脖子短 好吧 它这个厚度就离谱 然后大家再反观一下这一件粉红色的内衣 然后啊 什么内衣啊 还要给大家反观一下这个粉红色 卫衣 啊卫衣 我觉得粉红色真的就是简离神器 你们看这个颜色是不是真的非常嫌嫩 而且版线也特别好 它不会让我的溜肩变得更加的严重 然后它的整个下摆也是不收口的 就是大腿跟着粗的女孩子 就不配穿这种收口卫衣 你但凡有一点穿的不好的话 就会像是葫芦一样 然后它这个长头刚好也是遮住了 我整个大腿跟最粗的地方 就会让人 诶 一时分辨不出你的身材呀 那这条裤子其实我就是随便买的一条裤子 没想到它的版型还不错 就是这个质量吧 这个荷包里面有个洞 有个洞 啊 这个 不好 不好吧 这件卫衣我也是很喜欢的 就是里维斯的这一件 它配起来也是刚刚好的 然后跟刚刚那件不同的是呢 它这一款呢 就是虽然也宽松 但是就稍微要修身那么一点啊 它下版同样也是不收口的 可以收拾那个大腿外扩的那个问题 那我要提醒于就是 里维斯家的衣服 呃 牌子店吧 啊 千万不要在实体店里面买 真的要气死人了 就这件衣服 在店里买499 回来再偷包上一块 249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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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里 真的觉得不合法 以后再十几天看到个衣服以后啊 在那个偷包上面看一下啊 就是差个几十块钱就算了 你差个两三百的话 真的没必要 接下来这个月会衣是最后一件卫衣 也是今天推荐的里面最后的一件卫衣 我觉得就是秋天穿的有点热 只有冬天才能穿的那种厚度很厚 里面也是抓绒 这种颜色我觉得拍照的话 也很上向 就是有一种 old school的那种感觉 我很喜欢这件衣服 然后牛仔裤 牛仔裤在我身上 这个牛仔裤虽然很便宜 但是我个人感觉它的版型和 除了它的材质上有一点偏硬 但是正是因为它偏硬 所以我觉得更起到了 那个修饰腿型的一个作用 它是一个这样直筒的嘛 然后就会很修饰你的大腿外扩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颜色也很低调 算得上一个百搭款 就是那种你春夏秋冬 全部都可以穿的那种百搭款 六十多块钱 你买不了吃亏 六十多块钱 你买不了上到六十多块钱 你可以买到一条裤子 好我们走向你见 然后这一件毛衣呢 就跟我刚刚穿的那件黑色的毛衣 是完全不一样 你们可以看到它 一个细节就是它的这个毛 其实是编的比较密 所以它的垂坠感就会好一点 然后不会显得人那么臃肿 这个大红色的饱和度很高嘛 会显得你的整个人是比较跳 比较活跃 比较活泼 比较热气 哇我好多词汇啊 但是我还是说一句啊 这个就是我在专卖店里面 三百多块买到 在那个网店里面 只要一百多块钱的那些红色 我也一气死我了 它四折都不值 支逼三种 如果在十几天买衣服 不上网看一下的话 我 我直播多少 我直播多少 这个背带库 大家之前问过我很多 寸的一条背带库 它不会很显瘦 但是它同样也会让人看不起你的身材 就不知道到底是一分两个胖 还是你真的那么胖 然后我想告诉大家对我是真的有那么胖了 我觉得这条裤蛮带感的 我真的蛮喜欢的 爱爱爱 不安 我可以天天愿愿念念到永远 然后这一套呢 就算是比较温柔的一套了 那其实我本人它是不太能穿针织衫的 但是这个针织衫它在修身的同时 就是又没有那么修身 又带有一点小宽松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就给到那种 处于宽松和不宽松之间的那种 空间值就特别适合我们这种 微胖的身材 就我穿针织衫很容易出现那种捆着的感觉 就捆在身上 但是这一点它就没有 而且黑色显瘦真的是 王道王道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种针织衫它一定要么你带点淡妆 要么你就用手势去搭配着 这个衣服去做一点添加色彩的东西 要不然它就会显得你整个人有一点安华的 然后这个裙子就是我去年买到的 然后我实在是没有找到链接 不好意思大家 反正如果你身材和我比较雷同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去搜A字的版型 如果你要买这种摆着裙的话 一个A字版型 一个是褶皱从腹下开始 然后就OK 基本上这样的裙子 我们都不太会采泪 然后今天我没有给大家推荐 羽绒服和外套的原因 就是因为 就什么便宜什么保暖什么长 一定要超级长的那种 我们女孩没有必要对自己 才可 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 说实话 我不知道这期视频 大家出来以后会是什么样的 我就很怕大家 逃避我的眼光 真的有点害怕 其实你们就往回道看一年前的视频 然后会觉得其实我在穿大装 其实都提升了很多了 所以如果这次不行的话 我就再继续慢慢学 学到你们满意为止 好吗 最后也希望大家 随下流行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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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